好,那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啟動健身中心的執行長王培誠先生 嗨,大家好 嗨,你好 來到現場和我們分享他的創業心路歷程 好的 對,那第一個問題想要請教Eason 就是你當初怎麼會想要創立這個啟動健身中心 那你的一個起心動念是什麼 因為我之前是在連鎖健身房擔任教練的職程的工作 那做了五年之後呢,我發現他們的模式不是我想要的 就是不是我喜歡的模式 那所以我後來我就可能做了五年之後 可能就跟幾個志同道德的朋友 然後一起去做在台北做一個小型的工作室 然後做創業的工作這樣子 那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 可能可以幫助我只想要上一對一教練課程的人 然後再做一些訓練的跟規劃課程的部分 這個小小的場地 對,那後來我發現好像這個也不是我想要的一個模式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算是創業 所以我才開始想要去挑戰一些比較有挑戰性的方式 所以就把規模再拉得更大一點 對,所以那時候就是創業之後 然後就是我去開始創立這個品牌的前面可能就是找了很多可能五個大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吧 然後寫了一份企劃書 然後給了一些比較有興趣的合夥人或是夥伴 他想要去有沒有興趣去投資這個這個這個事情啊 對,那我記得我投了我好像丟了五個人吧 然後有三個人都回覆我說 誒,我願意跟你一起參與這個計畫 後來我們就 我的想法是,誒好像也不要太多人 因為這樣人多嘴閘 我可能就會覺得比較不好一點點 在工作上,在那個創業的執行上面可能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覺得那就是找兩個 再包含可能另外一個夥伴 然後可能就四個人一起去做 開創這個啟動健身中心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對,所以那時候開始做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嗯,面臨接下來的挑戰就還蠻多的 嗯,了解 聽起來其實Eason也是在邊做的過程中邊去探索 對,有哪些事情是你真心的想要去做的 對,就是邊做邊學習啊 嗯,那這樣子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後來說選擇的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它裡面會有哪些的服務項目 以及就是你們主要的一個特色在那邊 我們啟動健身中心的話 它是一個中小型規模的健身房 它不像是聯手健身房的體積這麼大 可能都是動輒上千坪 那我們大概都是規模大概300坪到500坪之間 對,那我們的收費方式的話 就是我們也是台中第一間 就是用以分積費的方式去進場 讓客戶能夠進場運動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對於會員來說的話 其實便利性啊 或是說你可能選擇的方案 你的運動的時間的彈性 方案可能我們提供的專業教練的服務 可能都還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 可能是會選擇性比較大的 比較喜歡的一種方式 不用一次就動輒要綁一年兩年這種方式 所以這個是我們比較想要傳遞的方式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我們健身房想要給 大部分的客戶是算是就是溫度吧 就是我不想好像就是一直感覺好像是 你來我就是只要錢 你有問題你來我們這邊 我就是很真誠的提供很專業的給你 然後讓你知道說其實你需要什麼 然後你可能要開始運動了等等的 那我們常常跟我教練 我常常跟我們的員工講 我說你不用擔心你是在推銷 你只要知道說你是在介紹 你是在介紹我們的健身房的好的部分 然後很真誠的告訴他 這樣就是好了 你不用好像很強迫的推銷客人說 你一定要來我們這邊運動啊 怎麼樣就是我就是對客人來說 可能他的心態或他的對我們的健身房的看法 可能也都比較是不好的 對所以我都跟他們說 你不用很強迫的去推銷客人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們更著重在跟人之間的一個互動 對然後可能在於就是你們的特色 也是比較偏向說彈性這件事情給的空間很大 可以自由選擇我什麼時候想去 就不一定說一定要報約或幹嘛 對對對對對 了解 那這樣子在這個創意啟動健身中心的一個過程 應該有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難 那你有沒有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 大大小小困難 我覺得在創意過程當中 其實你有很多都不熟悉 甚至一些政府的法規啊行政的一些文件啊 然後包含你可能你要注意到的事項啊 你可能一開始從找場地 然後規模然後可能跟房仲然後跑市政府 然後可能包含跟消防隊的一些檢查過程 或是說設計 我們這個品牌logo 然後可能裝潢裝修 經營管理 人才的零選等等的 我覺得都是一個挑戰 然後 嗯 我覺得我但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覺得 有難的就是 我覺得是 我沒有覺得是困難的 因為我都要去做 就是你都要去把它完成 就算你覺得很困難 你還是要想辦法去解決 這才是創業 所以 我目前覺得就是 這個過程當中我其實學到蠻多的 對 那也從第一間慢慢就是可能複製到第二間 對 那我覺得這個經驗是 對我來說是人生很難得的經驗 所以對你來說 這是一個心態準備好去做的事情 對 就是你當你如果你覺得你要開始創業的時候 你就要心態去準備好接受這樣的事情 對 了解 那這樣子就是 你會希望說這個啟動健身中心 因為現在也已經走到一個成熟的階段 那這樣子 會有哪些的品牌印象是你會希望帶給你的客戶的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信念是你想傳遞的 嗯 我覺得就是提供 專業 然後便利跟服務 還有溫度 對 這是我覺得啟動健身中心的 他想要帶給客戶的東西 因為我們雖然說我們收費很便宜 或者說收費很彈性 但是我們的專業不會扣分 所以我們要求我們的教練或是我們的員工 其實都很非常在乎客戶的感受 不要去 比如說客人他可能也許可能在某個地方他可能去complain 我們的公司 可能哪裡做的不好 那其實他們也是當我們的 就是他對啊 對啊我們可能沒看到地方可能他看到了 那我們再去做改正或是修正 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事情 對 所以我把我們的健身房我都覺得是 我很在意客戶的他的反饋啊 對 因為你客戶的反饋越多 那當然代表我們可能要改進的東西越多 那但是我們把它改好了 我們把它做好了 那是不是就對於公司的以後的經營發展來講是更好的 嗯 所以聽得出來你們其實對於內部的員工訓練 以及就是教育這件事情其實也蠻重視的 對 沒錯 然後很重視客戶的回饋 這讓我們可以去好好的修正 是是是是 了解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具體的計畫 可能是你接下來要去執行的 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樣的新的方向 基本上我覺得 公司現在目前是經營三年了 那去穩定的狀態 對 但是我可能還是不會就是停在這個地方 對 因為隨時隨地都有人在後面追著你嘛 對 然後再加上可能這一波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同業可能都因為可能經營不好 或是他可能有什麼特殊原因 他可能就停業了 然後可能就沒辦法做了 所以那其實我只是在這麼多人當中裡面 生存下來裡面的一個幸運的人而已 對 那我當然我不會因此 因為這樣子我生存下來 然後就就自滿 對 因為我覺得我只是運氣好 那我們可能平常的基本功的部分 可能也有做到位 對 那所以面對這波疫情 一開始可能三四月的時候比較嚴重的時候 對我們來講衝擊比較大 那這後來我們也是慢慢的就是有區域穩定了 對 那 那未來我的想法是說可能我還是會想要再繼續抄 可能開健身房這件事情 或是繼續再把啟動健康心再做得更好 然後可能能夠如果能夠的話 那事業題或是金 你可以做得更大的一點這樣子 嗯 那你最終會希望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可能是全台灣都有你們的點 甚至是到全世界 當 沒有沒有 全世界都是沒有 但我的想法是說 嗯 只要我有能力 或是說可能 我們的公司能夠有儲存更多的能量 嗯 哦 或是更多的資金 或是我們 當然就可以繼續做更多的事情 但前提之下就是你要 努力的在經營這件事情上面 對 你要做得很好 因為你 你現在如果你只要做得不好 或是你可能有哪些地方有些問題 你沒有去處理的話 那其實很容易都是會造成 民眾或是會員對你的 健身房 或你的事業提示會扣分的 嗯 對 所以 對於我來說 我當然是希望能夠做到 我自己啦 我自己可能會想要 可能開時間以上吧 我的想法 但是 可能還很久 但是就是 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目標 我可能 會慢慢的想要朝這個方式去達成 嗯 聽得出來 Eason其實是會求穩定 然後再去慢慢的擴張 當然 當然 因為 太快的話 可能其實也蠻危險的 嗯 那最後一個問題 想要請醫生跟我們分享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朋友他是想要創業 那並且是想要跟你走一個相同產業去切入市場 那你有沒有什麼建議跟分享給他 呃 我覺得創業這件事情不難 嗯 但是難的是在於你準備好了沒 然後你是不是隨時可以接受挑戰 然後 你能不能 應該是說大家都可以創業 但是 你要去衡量你自己想要創業的這個規模有多大 然後那 越大你就是要準備的越多 那 你要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 就是在裡面 然後很用心的去經營這個產業 對我覺得這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 呃 有一句話這麼說 我覺得 嗯 成功的企業家跟不成功的企業家 就是你當初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嗯 對就是莫忘初衷嘛 我常常喜歡打 就是在自己的那種IG或是臉書上面 我會打莫忘初衷 因為我都會一直在就是 告訴自己說 不要忘記你當初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想要創業 嗯 對當你開始了你就不要停下來 嗯 了解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可以跟Eason聊聊 就認識你們 因為其實我覺得你真的是一個很勇敢冒險的人 哦沒有沒有就是 但是你在就是企業的經營這件事情上 有你自己的堅持 對自己對於這件事情的穩定度的一個在乎 嗯嗯嗯 所以非常的開心 對謝謝謝謝謝謝 感謝感謝您今天過來 好 大家如果有想要健身的話可以找Eason 謝謝